昨天看到了一则消息,由法治基金、法治社会等公益组织的国际人道救援行动成功营救了96名乌克兰儿童,及相关陪同老师共计113人逃离战火,孩子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,这真的是战时两周来最能振奋人心,值得高兴的消息。 面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,人道救援超越了国界,超越了种族,超越了政治,超越了信仰。 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,每个人都有珍爱自己生命和获得自由的权利。 请深陷战火需要帮助的中国同胞,世界各国友人尽快与我们联系,我们设有24小时的免费紧急救援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